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等待,拖发哥回来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入门级高效率万用表 华仪MS8231 主机唯一体式设计,体积小巧便于随身携带 表笔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再也不会丢了 表笔线在低温环境下依然柔软 表笔配有安全笔帽,适合高位环境使用 很多小伙伴不知道它是可以去掉的 主机有一层硬橡胶壳保护,这个也是可以拆掉的,手感还行 整机由两节7号电池驱动,并非9V电池 用螺丝刀开启电池仓盖即可更换 主机只有三个按键,电源键,H键,NCV键 相比传统万用表,简洁了许多 电子按键比机械旋钮更高效耐用 长按电源键即可开启关机 按键四周还有防雾处设计 主机具备10分钟自动关机功能 再也不用经常换电池了 短按H键测量结果可保持显示 再按可取消,但一个人很难操作 长按H键可同时开启背光和顶部照明灯 背光灯还是很实用的 灯光会待15秒后自动熄灭 也可长按关闭 NCV键需要长按才能开启电源信号识别功能 将顶部NCV天线靠近识别区域 若区域内有电,则主机会发出风鸣声 屏幕指示灯会同步闪亮 可快速判断线路的带电状态 进而大大增加了安全系数 提高了工作效率 更可用来快速判断线路断点 针对某些浅埋线还能当随线仪使用 真是一键多能 松开按键及停止识别 这还不是本机的最大亮点 开机就能测量 不管你是测直交流电电压 电阻还是通断测试 不用犹豫,开机就测 无缝切换 测完直流测交流 爸爸再也不用怕我打错档位而烧表了 具体测量结果通过屏幕显示的符号来区别 机体正面标注了各测量项的有效量成 它的准确度 虽然我这儿没有专业仪器测量 但对比了多台湾用表的测量结果 精度还是可以的 当然它的缺点也不少 表比更换麻烦 没有背部支架 没有辅助物的话 只能平放观测诸具 照明灯亮度不显 应急使用还凑了 然后是它不可忽视的硬伤 就是不能测电流 不能测电流 不能测电流 但考虑到电流档的使用率也不是特别遗憾 这些缺点依然掩盖不了MS8231的优秀本质 五六十元的价格在同价位产品里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使用性很强 傻瓜式操作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特别适合大众使用 不发哥友情提示 使用外面表时请规范操作 防止损坏设备 造成伤害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订阅并转发 想了解更多高效率的工具 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 或者你有想推荐给大家的工具 都请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